方总 我觉得我在这儿 还是有点不太合适 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如果柴小姐说 且行且珍惜 根本不想分开 就把这个车钥匙给她 如果她说 自己根本不是钱能买得到的 就把这张银行卡给她 如果她说真爱无价 就把这个支票本给她 让她随便开 但是吧 我觉得柴小姐是那种 有骨气 有个性的人 说不定今天根本就不会拿 我来了 找我什么事 我终于知道你是什么人了 糟了 她真的全都知道了 其实 你就是想重新得到我 什么 得到你 还重新 柴小姐 怪不得我一见到您 就觉得您长得像我未来的老板娘 原来你们真谈过恋爱呀 她只是前女友而已 什么前女友 我们都结婚了好吗 而且当初还是你逼的我 痴心妄想 可惜了 柴小姐 好了好了 柴小姐 我们方总 你就别跟她赌气了 前几天 方总之所以跟您吵架 是因为误会您泄露了香水策划案 不好意思 柴小姐 都怪我的工作失误 让你们的感情受到影响了 什么策划 你是因为那件事情 才对我那么凶的 不让你以为是什么 没什么 肯定没有其他事 太好了 她根本就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 总而言之呢 我们之间是不会有结果的 不管你再多么努力 我也不会想再跟你复合 那你放心好了 我压根就没想过努力 其实我根本也不是你的那个欠 钱是可以买得到的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这是补偿你的 这什么东西啊 肯吃钱吗 这 这都看不上 除了这些 只要你肯消失 如果你还想要什么的话 我什么都可以补偿你 真的吗 果然是个贪心的人 要不这样吧 我再多给你一点时间 你好好想 到时真的想到了 你再联系我吧 是 补偿 要什么补偿呢 当一个男人主动说出要补偿你 其实是在暗示你可以向他 所求更多的肢体接触 跟亲密互动 如果方冷这样补偿你的话 那我们很快就能收集到荷尔蒙了 我可真机灵 肉肠 可不可以那个银行卡花算多了 如果方冷为什么会觉得你是他前女友 花心呗 那可能记错我了呗 你知道我是怎么发现的吗 他拒绝我的方式 有点太过于熟练了 就让我感觉到 他可能不知我这一个 但这次方冷能被我们骗的 真的是太好了吗 但是我骗人是不是有点不太好 骗人确实不对 但方冷不是人 是欺负过你的坏人 对 对坏人的欺骗 就是对好人的坦诚 小琪 你这是在做好事啊 对我在做好事 而且等完成任务 我们就可以很快回家了 回家了 我想到你该怎么补偿我了 我要你陪我吃饭逛街 随叫随到 乔小姐 乔小姐 方冷呢 方总让我陪您吃饭逛街 一条龙 我都计划好了 稍等啊 咱们吃完饭之后呢 先去看电影 叫霸道总裁爱上我 然后再去逛街 晚饭我给您预定了米其林餐厅 味道包你满意 晚饭过后呢 咱们去足疗财尔推拿正骨 外加香薰斯吧 乔小姐 小韩助理的服务 你还满意吗 嗯 过分 东头窝人 别担心 今天全场消费 由丰公子买单 他敷衍我 乔小姐 方冷怎么办 我刚刚发现家里厨房 那个水管好像坏掉了 用不了了 你好像必须亲自来修呢 快点来哦 等你 哈哈哈 方冷啊 我刚刚修水管的时候 把手也给弄坏了 好痛啊 你可能还得你亲自来给我按一下磨呢 哈哈哈 谢谢你 快点哦 哎 你们才来啊 好累啊 修不动啊 小韩维修 为您服务 干什么 您是不知道 我可是家店维修的一把好手 这是交给我啊 对啊 我没让你 乔小姐 坏的水管在哪儿啊 过分 不是 你们两个 上次吃饭也是韩助理陪我吃的 这次修水管 你又让韩助理来陪我 你俩到底谁赔偿我 难道我F集团做彩妆的 每一支口红我都要亲自去做吗 再说了 我已经派最优秀的员工在你身边上 怎么办 该补偿的也都补偿了 难道这还不够吗 方总 原来我是您最优秀的员工啊 也行 韩助理既然是有水管的话 那么 刚好 帮我按个膜 我这个右手真的 好痛啊 快快快帮我揉一下 韩助理 你继续 你继续说什么 我肯定有一个人 还有一个人 你因为你继续说什么 你不要再谘 我肯定有一个人 我肯定有一个人 你哪儿不舒服 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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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 只能说是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继续 你把我的这个也吃了 小七 你不开心吗 我想不明白 为什么变成了前女友之后 反倒见不到她了 是前女友是什么瘟疫吗 我干嘛要这么躲着呢 前女友 根据地球上的数据分析 百分之五的男生认为 前女友是一朵白莲花 可远观而不可泄完颜 百分之三的男生认为 前女友是成本最低的潦草目标 而百分之二的男生认为 偶尔跟前女友借钱也是不错的选择 剩下百分之九十的男生认为 跟谢女友比起来 前女友也算挺好的 只要不删微信 就有死会复燃的可能 至于把前女友当成瘟疫夺起来的这种情况 只有可能是 她欠你钱了 她欠我钱 她那么有钱 为什么要欠我钱 就是啊 嗯 方老实在是太复杂了 信都分析不出来了 那算了算了 不要想 算了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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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